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行关于马克思的答疑 我看了一下今天不会走错群了 但是我这四次一讲关于马克思的讲座 大家提的问题很多 凑在一起以后 我发现现在问题本身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上次那三个问题就有七千多字 所以我只能挑着回答了 这个达不到大家的要求请多包 那么我这个回答也是等于是导过来的 就是从我现在看到的最近的回答开始 所以往上追溯当然我不会按照顺序 是吧 往上追溯我也是挑着的 尽量前面的我也能够回答 但是这个时间 当然我现在初步打算是一个半小时吧 也就是应该说是都没有办法全部回答的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说本土的三沟马克思主义和外来的洋马克思主义 都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在具体的历史时期 他们彼此可以不兼容 乃至你死我活 但是对某个权力却都忠心耿耿 他们互相弥补 互相扶持从而给权力提供及时的理论包装和话语逻辑 这是不是两堵阻碍现代转型的防火墙 怎么翻过这两堵墙 我理解这个朋友的意思是说 无论是西方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左派 都是对极权主义忠心耿耿的 但如果不是左派 他就会反对极权主义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谈不上的 是吧 我们极权主义条件下的那些皇家左派 那当然是忠心耿耿 但是那些人照我看来就根本不能算左派 当然也不能算右派了 是吧 这些人就是御用文人 上面左他也左 上面右他也右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相怨了 是吧 就是那种马屁文人 这个我觉得就不必须谈左右了 那么有自己组建的左右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都不会对某一个权力忠心耿耿 当然他们的思想误区肯定是有的 左派有右派也有 但是对体制批判的思想资源 他们其实也提供了不少 不要说一般的所谓的左派什么社会民主党之类的 即便像乔姆斯基这样的 在美国算是逢美必反的极左派 对中国的体制也讲过不少坏话 不然何以我国官方反自由化的时候 经常把所谓西马也拿来陪绑呢 反过来讲 西方的右派歌颂中国体制的难道少吗 尤其是歌颂中国的低福利 像那个我曾经提到的奈斯比特 还有斯蒂芬藏 斯蒂芬藏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张武昌 但是大家知道 张武昌基本上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右派了 他对中国这个体制的歌颂 说中国这个体制比美国好得多 这种话他讲了很多了 我就不用讲了 总之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坚持普世价值 共同底线 针对中国问题 学会独立思考 应该建立以普世价值为基础 以实证和逻辑为依据的叙事体系 是吧 基本价值我们当然一定要坚持 宪政民主 自由 人权 法治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建立的那个叙事体系 第一要讲事实 第二要讲道理 是吧 所谓事实就是实证 所谓道理就是逻辑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两大依据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 那个学历资源 思想资源 寻找 找这些东西的目的 是寻找选择适合自己的 通向自由之路 是吧 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 那个 哈耶克写的 写过那篇文章叫做 那个通往奴役之路 是吧 他只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能如何如何 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 就会重新陷入奴役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哈耶克的问题 是吧 我们首先要找到通往自由之路 其次才是避免 重新陷入奴役之路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西方的左右各派资源 都要进行具体分析 尤其是在认同普世价值以后 我们还要弄清他们的问题意识 和语境 与我们 有哪些 异同呢 也就是说 他们提出的主张 要解决的问题 哪些是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一样的呢 哪些是不一样的呢 如果不一样 我觉得也不必 因为上纲上线到 什么文明冲突啊 文化优劣啊 的程度 那么如果有同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 他们都是要反专制的 那我们就不必拘泥于 眼前的左右标签 是吧 比如说 现实中有些左派 认为他继承了马克思 现实中有些右派 认为他继承了哈耶克 我觉得这个都无所谓的 因为关键不在于 眼前的左右标签 而要看看他们如何解决 与我们当前类似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他们十九十八世纪 面对的问题 一句话 对这些资源 我们不需要迷信 也就是一味崇拜 但是也不需要逆向迷信 所谓的逆向迷信 就是一味排斥 就是逢左必反 或者逢右必反 这都是一味排斥 说左的就是对的 那就是一味崇拜 说左的就是错的 那就是逆向迷信 我觉得都是太过简单的 那么最后我要再说一次 我其实说过很多次 我这里讲的文明文化 都是就民族种族差异而言的 我不想再跟那些 一下子把文化和制度绑定 一下子又把文化和民族种族绑定 实际上就是借文化这个大词 实际上就是借文化这个大词 把特定制度和特定民族种族绑定的那些人 这些人我就不想跟他们争辩了 这些人也许基本价值观 跟我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合作 做一些时事 但是如果你不讲逻辑 进行理论辩论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的 下一个问题 记得秦老师多次尖锐批评过某些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 他们缺乏对中国的杂实考察 却怀着对自己所处现实的失望 他们依据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基本理论构想 对接西方左翼政党 如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的政治主张 结合北欧诸国的社会现实 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浪漫想象 这是不是西方左派学者评价于衡量 中国二十世纪直至改革开放以来的 社会历史的基本思路呢 我觉得倒未必 其实我前面第一讲中已经指出的 现在西方的一些所谓的文化左派 其实对他们自己的左翼传统 尤其是老左派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遗产 是严重的鼠点望主 反而他们倒热衷于所谓的重新发现 东方的一些腐朽的一些臣腐的东西 不管是秦制 还是我大清 只要是非西方的就是好的 而他们这样做也未必就是依据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基本理论构想 更不见得与现在西方的社会党 工党等主流政治左派有什么关系 典型的例子就是 现在瑞典芬兰等执政的社会党 都在积极的 都在积极的要求加入北约 积极的对抗俄罗斯 相反在欧洲现在最右翼的匈牙利 土耳其都在巴结俄罗斯 你以为后者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吗 你以为他们比北欧人更倾向于社会民主吗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必有所谓的左还是右的成见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讲左右 就像我们要说秦始皇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一样 那是个很无聊的话题 你说秦始皇到底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呢 还是受希特勒的影响呢 秦始皇本来他就是秦始皇嘛 他一定要受谁的影响吗 下一个问题 请你的昂纳克预言针对某些大国崛起 对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冲击和影响 予以直观精彩的呈现和表达 在马克思诞成200年后的当下 秦老师是否愿意为我们再设计一个马克思的预言 也就是假定马克思获得复活的机会 并且已经了解20世纪以来的身后事 那么他们对他对这100年来的俄国和某大国的革命历史 乃至迅速崛起的现实 会有什么样的评价 他对欧洲大陆和美国的震惊现状 又可能做出怎么样的批评呢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用不在预言了 因为当初那些在后进国家 最早传播马克思思想的启蒙者 就像俄国的普雷汉诺夫 阿克学里罗德 中国的陈独秀这些人 后来他们不都发现了 用鲁迅的话说叫做 剥下了龙肿 却收获了跳蚤用海涅的说法 后来他们不都发现自己是剥下了龙肿 但收获了跳蚤吗 是吧 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 他们都深深的为后来的历史而震撼 那当然不用说马克思他们本人了 下一个 你讲马克思讨论的殖民 例如古希腊和北美 似乎都是个人移民 我们讲晚清以来 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 是讲一国的领土和主权被他国侵犯 比如香港和上海租界 这不是个人行为 而是国家行为 这两种殖民之间的关系如何梳理呢 我觉得 怎么能叫个人殖民呢 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北美 成千上万的人跨洋过海 没有组织怎么能行呢 古希腊和北美也不能说是个人移民 但是他们显然和传统的帝国开疆 就像成吉思汉 就像古代亚述 是不一样的 至少按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25章中的说法 他们与哥伦布 麦泽伦这些受命于君主 去抢决金银 遇死土著的 那个拉丁军人 也是不一样的 至少在马克思看来 北美的殖民者 是一群希望摆脱资本家的欧洲无产者 在处女地上 白手起家劳动创业的农民 那么这些人 当然也是有组织的 他们的自组织能力 我们可以从五月花公约之类的这些 我们以前大家可能都熟悉的 这些东西 能够可以看到 我就不多讲了 至于 所谓的对 对领土 其实早期的殖民 比如说 不管是拉丁国家 对南美的殖民 还是北美 还是英国对北美的殖民 那个时候都谈不上什么 我们今天讲的领主和主权的 是吧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领主也好 主权也好 实际上都是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以来的 那个本身就是西方的观念 是吧 在这个事情以前 就是在近代的民族国家的领主主权 这一类的概念 形成以前 人类社会就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征服 从古代的亚述帝国 波斯帝国 那个那个那个阿拉伯帝国 等等等等 是吧 一直到现在的俄罗斯 比如说 现在的普及 我觉得和沙俄帝国没有什么两样 他自己也认为是一回事的 是吧 而这个沙俄帝国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也比资本主义要野蛮的多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不是一回事的 是吧 那么至于到了近代 领土和主权这个概念 已经落实以后啊 反而没有殖民了 是吧 就是你比如说现在 是吧 现在 呃 原则那个威斯特法利亚以来的 那个和 体系以来的 领土和主权 现在已经逐渐变成联合国宪章 逐渐变成什么 已经变成是大家都接受的东西 是吧 那么反而是 不仅谈不上殖民不殖民 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比以前的两个独立国家之间 还要隔绝 是吧 大家知道 呃 我们中国人以前到日本去 是吧 成千上万的人跑到日本去留学 根本就不需要签证 也不需要护照的 只要你有钱买一张船票 你就过去了 是吧 你现在 你不要说中国人到日本 就是外地人到上海到北京 尤其是在最近这些年 啊 最近这三年 是吧 都变得非常困难了 是吧 那么 当然了 呃 近代的时期 呃 中国 呃 并不是一个 呃 那个 我们今天讲的 在 呃 那个 威斯特法利亚 呃 体系中定义的那种 呃 呃 那种民族国家 是吧 但是 呃 西方的确对中国有扩张 那么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我前面讲的 一方面他带有 呃 马克思 马克思讲的那个所谓真正的殖民地这种因素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带有 传统帝国扩张的特征 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帝国主义 是吧 呃 我觉得帝国主义不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是吧 如果真的帝国主义就是指的领土扩张的话 那其实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传统帝国在近代的遗留 是吧 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种东西应该是越来越少的 根本不是越来越多的 是吧 那个 呃 所谓帝国主义最野蛮的那些国家也都是前资本主义国家 或者是非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跟马克思讲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殖民 当然更不是一回事了 下一个问题 通过殖民完成原始积累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观点 曾经看到一种说法 殖民有两种方式 法国用于殖民本国人相对多 雇殖民地的人少 成本高 财政不胜负荷 英国殖民方式用殖民地的人比较多 成本低 如此看来 从政府角度看 殖民似乎又没有什么暴力 香港并不像英国交税 英国政府还要承担驻军的一半费用 从经济上看得不赏实 得不赏实又怎么搞原始积累呢 这里我要讲 不同的宗族 把所谓的殖民地 当作同意的一种叙述对象 我觉得本来就是错的 正如这位朋友讲的 英国的殖民方式和法国就不一样 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那么英国和这个拉丁国家 就是西班牙葡萄牙 那区别就更大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讲 这个原始积累 或者要讲 殖民地到底有没有利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更复杂了 因为殖民地是否有利 这个要看你对谁讲 从殖民者的角度 就是比如说在美国 以北美为例 殖民地是不是有利呢 那么看你是对 在处女地上进行劳动的那些自由移民 就是马克思对之很有好感的那些美国人 是吧 从对这些人的角度 就是这个白人移民 白人开拓者 或者说更确切的讲 就是白人劳动者 因为马克思认为 他北美的移民的特点 就是自由劳动者 这个殖民地是不是有利 从这些 马克思讲的 自由移民的角度 还是从 中祖国老百姓的角度 讲的简单点 就是英国本土人的角度 乃至和中祖国国库 就国家财政的角度看 那完全是不同的 有时候甚至是对立的 对北美的那些开拓者有利 并不见得就对留在英国的那些人有利 对留在英国的那些老百姓有利 也并不见得是对英国国王 或者英国国王控制下的国库 国家财政有利 是吧 这些角度不同 有的时候甚至是对立的 当然在专制制度下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专制制度下有没有利 其实就是对皇帝而言 只要皇上高兴 就是我们那首 白居宜那首唐诗讲的 为求恩信立边功 边功为立生明艳 是吧 不惜劳民伤财 国库空虚 都要支撑 天朝大国的面子 甚至穷兵俗武 是吧 像那个唐朝针南朝 包括明代的郑和夏西洋 也是这样的 是吧 搞得整个国家民穷财敬 但是皇上很高兴 是吧 因为皇上得了面子 而且从那个西洋 拿来了很多什么奇珍 异宝他很喜欢 是吧 那么他就要 愣要这样搞 但是在西方 但是在西方 尤其是英国那种 民间力量比较大的体制 就不一样 即便殖民地有利 利在哪里 也是有争议的 就像北美 你看资本论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英王 或者说英国的国库 因为英国当时还是 都督王朝 就像在北美 英王的国库利益 在于垄断和印第安人的商业利益 他们当时和印第安人做交易 是由国王 是由英王的代理人来做的 是吧 他们以铁器马匹 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 大量的毛皮 蜂蜜 等在欧洲畅销的东西 以及向殖民地征税 是吧 他们的利益在这 是吧 所以他们是要保留 印第安人的娱乐经济的 但是殖民者 也就是马克思赞赏的那些自由农民 他们的利益在于开拓 尽量多的储女地来扩大自己的农业 而英国的本土富人呢 是吧 我这里讲的不是英国国王 也不是已经到了美国的那些 就那些所谓的 自由劳动者 英国本人 英国本土的富人或者资本家 其实他们只对南方奴隶制 种植员 为他们的纺织业提供 廉价棉花感兴趣 而对北方自由经济 从欧洲和英国本土 吸纳大量的过剩劳动力 吸纳大量的过剩劳动力 导致工资上涨 其实是不高兴的 是吧 这个资本论第25章 整个大部分篇幅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是说那个 就像那个 马克思大量引证的 那个Vick Fair的那个观点 是吧 就说那个英国 欧洲的那些人 都跑到美国去 导致劳动力缺乏 他们的工资上涨 资本家就赚不了钱了 而到了美国去的那些人 本来在欧洲都是工人的 但是到了美国 他们得到了处女地 他们就变成是为自己劳动 不为资本家打工了 是吧 所以他们认为 北美对他们是不利的 是吧 而且马克思也正因为这一点 对北美很有好感 认为北美就是 那个所谓的欧洲 过剩无产阶级的乐园了 所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 在马克思写这本书的时代 英国有很多资本家 就是本土的资本家 对南方奴隶制种植员 能够提供廉价的棉花 他们感兴趣 但是对北方自由经济 从欧洲和英国本土吸纳大量过剩劳动力 导致工资上涨 其实是不高兴的 所以英王政府和北美移民的利益冲突 后来就越搞越厉害 英王其实是力求保护印第安人的 我们经常讲什么 那个北美殖民的结果 使得印第安人灭绝了 其实 这个 其实这是美国独立的结果 如果 继续是英王管 印第安人 那印第安人可能反而条件好一些 像加拿大就是一个例子 是吧 加拿大的那个印第安人 因为加拿大独立的时间晚了 是吧 所以 那个 那个加拿大的那些殖民者 到印第安人那里去开拓土地 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 是吧 所以那个 就没有搞得像美国那么厉害 那么 英王力求保护印第安人 实际上 维持土著的渔猎采集经济 与英国皇家经济的 高利润贸易 但是那些自由移民 要求驱赶印第安人 以扩大农业空间 是吧 这里头有矛盾的 英王要向北美殖民地征税 英王要向北美殖民地征税 其实是得到英国本土民意的支持的 也就是说英国人是赞成的 但是北美移民强调无代表不纳税 是吧 所以他们的矛盾很尖锐 结果终于打了起来 那么这些利益 与为资本主义创造前提条件的 所谓原始积累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严格的说 只有上述第三种利益 有点关系 也就是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 如果说北美 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有关 那就是南方奴隶制农业 为英国本土的纺织业资本 提供了廉价的棉花 有利于所谓的南开夏的工业寡头 所谓南开夏是中国 不是 是英国当时纺织业的中心了 就是曼特斯特 利无浦那一带地方 当时全世界的棉花 几乎一半以上 都是在那里加工的 那么主要的棉花 就是来自美国南方 那么所以南开夏资本主义 是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个 算是典型了 这个什么南开夏的工业寡头 也是马克思经常骂的人 那么南方奴隶制农业 为英国本土的纺织业资本 提供廉价的棉花 有利于南开夏的工业寡头 更多的捞钱 而奴隶制作为强制劳动 它具有强的性质 是吧 它并不是劳动力的 它并不是劳务的自由交易 不是自由契约 是吧 奴隶就是强迫劳动 是吧 那当然可以说是原始积累 因为你等于是抢来的 是吧 当然奴隶本身可能是买来的 是吧 但是你奴隶的自由被剥夺 那并不是奴隶自愿 交出去的 是吧 所以当然你可以说 那是强制劳动 是吧 也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 那就是 它不是交换嘛 那么它就是原始积累 是吧 但是 南方奴隶制经济 不仅在北美经济史上 并不是主流 是吧 我们知道北美经济史的主流 其实还是自由经济 而且奴隶制 植棉业 大发展 大家看看经济史就知道 其实是在1830到1860年间的美国 是吧 那个美国在殖民地时期 在独立以前 它已经有奴隶制 但是那个奴隶制 当时并不是很赚钱的 因为 那个奴隶制 最赚钱的就是种棉花 但是那个时候 美国种棉业并没有真正兴起来 是吧 美国用奴隶来种棉花 那是在19世纪 中期才发展起来的 是吧 尤其是1830到1860年间 美国的棉花产量增加了 十倍之多 是吧 成了世界上的 最大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输出国 是吧 但是在19世纪初 根本就是那个产量 连当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是吧 那么 奴隶制植棉业大发展 实际上是在1830到1860年间的美国 而那个时候的美国 早就不是英国殖民地了 而且 英国禁止奴隶制 包括在全球犯 全球 英国影响力所及的地区 一律禁止奴隶贸易 这是在19世纪初的事情 比美国废除奴隶制 要早了半个世纪 那么我们也可以想 如果美国那个时候 还是英国殖民地 恐怕上面讲的第三种利益 反倒会提前被消灭了 所以 说美国有原始积累是可以的 但是那和殖民地就未必有关系了 至于英王和北美土著的皮毛贸易 乃至对移民征税 就是那个导致后来北美独立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吧 就是他们 就是英王要对北美征税 是吧 那么英王与印第安人搞皮毛贸易 乃至对移民征税 这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有关系 恐怕是妨碍资本主义才是 是吧 这个 这种利益和资本主义是无关的 那么北美移民驱逐印第安人 倒真的是有抢劫土地的性质 是吧 马克思对这一点其实是 谴责的不够的 是吧 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谴责的 是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 但是偏偏马克思自己却认为 这是殖民地 这是殖民地反抗资本的顾及 是吧 也就是说 马克思自己认为 北美殖民地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克星 是吧 欧洲资本主义受到北美殖民地的 那个那个抵制 是吧 那么为什么能够抵制呢 就是因为有处女地嘛 是吧 因为有处女地 所以欧洲的工人一到美国 就变成为自己劳动的独立生产者了 是吧 而美国本身的劳动者 因为他可以有处女地 所以他也不为资本家打工 是吧 而欧洲来的原来是工人的 一到北美也变成了独立的 那个小业主 是吧 所以马克思自己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种抵制 而像 威克菲尔德这样的英国本土富人 他们也是这么看的 是吧 马克思引了很多他们的话 那也就是说 在美 说美国在真正的殖民地时期也有原始积累 这个是马克思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抢印第2人的土地 是吧 如果你说那个时候有也有原始积累 不光是后来的奴隶组种棉花 是吧 你说在一开始 在最早的那批五约化公约的那批人 是吧 你说他们也搞过原始积累 那也可以 马克思没有这么看 你也可以为此去批评马克思 但是马克思却不认为 这有利于资本主义 是吧 恰恰相反 他认为欧洲无产阶级得到了处女地 资本主义积累反倒搞不成了 那么也就是说 资本论这几章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基本的印象就是 殖民地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积累 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是吧 把这几个问题绑在一起 那是到了列宁时代 才有的说法 而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一步一步演变来的 是吧 我在第四讲中 已经给大家讲了 是吧 这个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吧 为了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辩护 才有了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这样的概念 是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搞社会主义 一定要抢农民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资本主义 搞资本主义也是要抢农民的 是吧 而搞资本主义 他可以抢殖民地 是吧 那我们没有殖民地 我们只好抢本国的农民 是吧 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们就说 无论搞资本主义 还是搞社会主义 都要抢 那么就把抢和搞 做买卖给联系起来了 而且搞成一个必然的联系 是吧 我觉得马克思在这几章中 他是讲的是 完全是不同的 完全是相反的 甚至可以说是 是吧 资本论这几章给人的印象是 殖民地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积累 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不能说资本主义 就必然需要原始积累 也不能说原始积累 就一定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能说殖民地 一定意味着原始积累 而独立了 就会结束 或者妨碍原始积累 是吧 我前面讲了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 那么美国的原始积累 就是奴隶制种棉花 是吧 而奴隶制种棉花 是在美国独立以后才有的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不能说殖民地一定意味着 原始积累 独立就会结束 或者妨碍原始积累 也不能说搞原始积累 就必须有殖民地 不能说资本主义 必须依靠殖民地 也不能说有了殖民地 就一定会促进 中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当然 更不能说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抢夺 殖民地 而废除了资民 废除了资本主义 就可以消灭帝国扩张 是吧 其实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 是吧 在那个 至少在那个 在那个二战以后 扩张最厉害的 就是像苏联这样的 俄罗斯 苏联这样的 资本主义不发达 甚至是所谓社会主义的 这些国家 是吧 这个并不是我的 独特的看法 连毛泽东当时也是这样说的 是吧 他把 苏联叫做社会帝国主义 是吧 那既然是社会帝国主义 那当然就是 是吧 那当然就是社会主义的帝国 下一个问题 我们农村的 我们的农村土改 城市公司合营 是不是也应该算作一种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因为 普雷奥布拉任世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是吧 为了社会主义就要抢 是吧 这个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是吧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事实上 如果把普雷奥布拉任世纪 和斯大林连起来看 苏联模式 其实就已经包含了 三轮的原始积累 是吧 如果说 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只有一轮 但是苏联模式 就已经包含了三轮了 第一轮 就是这位朋友讲的 抢地主 抢资本家 是吧 土改 那个 公司合营 那么第二轮 就是抢小农 是吧 这个是普雷奥布拉任世纪 特别叫强调的 但是啊 普雷奥布拉任世纪 他只主张 以强制性的 统构统销 从小农那里去 夺取剪刀叉 他并不主张 在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之前 搞强制性的集体化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他只主张抢小农 他并没有提出要抢 集体农庄 是吧 相反他认为 在工业化之前 是不能搞集体农庄的 是吧 那么在工业化以后 再搞集体化 那已经属于社会主义积累 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了 是吧 他只主张社会主义 要剥削小农 就像圈地运动 据说也是要抢小农 是一样的 他没有想到还要剥削 同样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庄园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 只搞统购统销 不搞集体化 那么小农一定会缩减生产 最后你统购统销也搞不下去 是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 是吧 既然我生产的鱼粮 你要低价抢买 那我就不多种 是吧 我就只够只种我自己够吃的就行了 是吧 因为我做种族鱼粮 你也要抢走吗 你也要低价抢买吗 那我何必种呢 只要我还有种的自由 但是我没有卖的自由 那我就不种了 结果斯大林认为 卖不卖由我 种不种由农民 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必须把农民都抓进集体里头 卖不卖由我 种不种 卖不卖由我 种不种也由我 原始积累才能进行 于是他先把农民的土地生产资料都抢了 这就是第二轮抢小农 也就是强制集体化 然后再对集体农庄实行 强制性的统购统销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 卖不卖由我 种不种也由我 种出来的我先抢够了 剩下来的你才能吃 是吧 剩下来的少那你就饿着 没有剩的那你就饿死 这就是第三轮 这个第三轮已经不是抢小农了 而是抢集体农民 这是连普雷奥布拉任世纪也想不到的 因为从理论上讲 小农既不是资本主义 也不是社会主义 因为从理论上讲 小农既不是资本主义 也不是社会主义 资本家和国有经济都要抢他们 那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 但是集体农庄已经是社会主义的 怎么能成为原始积累对象呢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也不能是这个资本家抢那个资本家嘛 是吧 我们知道到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后 那资本主义的积累就不能通过 是吧 这个资本家抢那个资本家来积累了 是吧 抢 用抢来积累 是吧 那只有在资本主义以前 是吧 所以普利奥布拉任司机 他拿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来比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 他也想不到 集体农庄也会成为原始积累的对象的 但是 恰恰斯大林就是这么做了 这也恰恰就是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更加厉害的地方 我们知道苏联一开始是抢小农的 是吧 这就是苏联内战时期 通过粮食收集制 抢小农 是吧 我前面 我给大家就讲过 以前我们把这个词翻译成 鱼粮收集制 其实现在人们发现是错的 因为俄语中根本那个词就不是鱼粮 就是粮食 是吧 粮食收集 那就是不给钱 我就抢 是吧 通过粮食收集制 是抢小农 饿死了几十万农民 是吧 这就是我们知道俄国经济史上 1920年到1921年的大饥荒 是吧 那次大饥荒 或者叫做福尔加和流域饥荒 饿死了几十万人 但是在苏俄历史上 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真正严重的是集体化以后的1931到1933年大饥荒 饿死了农民 现在一般的说法是超过一千万 最低的说法也是有几百万 是吧 这个原始积累 应该说是第三轮原始积累了 第一轮抢地主资本家 第二轮抢小农 第三轮就是抢集体农庄庄园 是吧 就是社会主义抢社会主义 或者说搞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抢方便 是吧 这已经是三轮原始积累了 结果积累起来了 公有制的家当 是吧 中国不太成功 这个家当不太多 苏联是很多的 是吧 大家知道工业化他们也搞成了 结果搞成 最后再来一次 权贵私有化 搞权贵市场经济 又用政治权力 是吧 尤其是中国改革也是这样 而又用政治权力 把原来老百姓的财产抢到了国库里 再用再从国库里 又抢到了自己的私囊里 那已经是第四轮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 有点触目惊心了 下一个问题 早期北美移民驱赶印第安人 占他们的土地 从印第安人手里抢到了整个北美 这个过程可能比英国的全地运动还要野蛮 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原罪呢 我觉得当然 我刚才已经讲了 马克思高度同情的 欧洲过剩的无产阶级力量 北美自由移民 尽管被马克思认为是抵制资本的劳动者 但是他们给北美的土著带来的灾难 不仅比英国本土被严重夸张的所谓羊吃人 要可怕无数倍 而且现在看来 我们甚至可以说 甚至拉丁移民在南美把印第安人当奴隶和农奴来御死 也比把他们赶出原来的生存空间 任其灭绝要更为仁慈些 这个仁慈当然是打引号的了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在谈南非的那本书中 也讲了这个观点 我在谈到南非的种族隔离 比奴隶制更糟糕的时候 也是提到这一个现象的 因为其实南非是没有黑奴制的 南非的大部分的白人移民 就是荷兰裔的白人移民叫布尔人 所谓布尔就是荷兰语的农民的意思 他们也是劳动者 他们不但是劳动者 他们还是有人说 那个北美移民好就好在他们是新教徒 不是天主教徒 那么那个南非的白人 那个布尔人他也是新教徒 因为荷兰大家知道 那是最典型的新教国家了 那么这个布尔人 也就是作为劳动者的白人农民 他们也是抢夺了黑人的土地以后 任其自由 实际上就是把他们赶走 也不把他们抓来干活 干活还是这些白人自己干的 白人是劳动者 这一点那个和北美是一样的 甚至他们赶走了黑人以后 还要跟黑人隔离 包括种族隔离都是这么来的 甚至要求他们独立 而与白人的乐园相隔离 那么他们同时也有一些奴隶 这些奴隶不是黑人 是从东南亚输入的马来人 结果这些奴隶后裔 就是现在南非所说的所谓的有色人 就是那个 Color people 结果这些奴隶后裔 却成了仅次于白人 但高于黑人的第二等级 受白人劳动者之害的南非自由黑人 不如奴隶 这与受北美劳动者之害的自由印第安人 曾经比黑奴更加悲惨 是一样的 因此 如果有人反驳马克思 说你在第二十四章谴责的原始积累 如果真的能带来资本主义 那也未必就比你在第二十五章称赞的北美劳动者移民 在所谓处女帝上抵制资本家的壮举更坏 更值得举咒 我不知道马克思将何以回答 那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就这个事情的本质而言 北美那些人驱逐印第安人 和南非的布尔人驱逐黑人 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且都是非常可恶的 但是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 不同的在于南非被驱逐的黑人与白人相比 要多得多 即使在种族隔离时代 南非也仍然是一个在黑人这样巨多数的国家 但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本来就比白人移民少 这一点老实说 真正严格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考证的人 是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一些人 大家知道为美国印第安人名不平 在美国早就是政治正确了 而且比为黑人名不平要更政治正确 所以现在有些人对北美原来有多少印第安人是夸张的很厉害的 有的说有几千万 有的说有上亿 有的甚至说有三亿 这个已经夸张的很离谱了 但是现在在美国没有什么人去纠正的 因为政治正确就是谴责这个白人殖民 这个是一个没有人反驳的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好的一点 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反省 当然深刻的反省不可能完全纠正了 因为你怎么纠正呢 难道你把现在的白人都赶进大海去吗 是吧你这个就是所谓的沉默成本吗 是吧经济学上讲的沉默成本 是吧沉默成本那你是没有办法的 是吧那么你现在当然可以弥补了 是吧所以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弥补是非常之厉害的 是吧大家知道如果你现在有一个 你现在去美国的话就知道 美国在新教徒国家是禁赌的 是吧禁色情的 但是唯一可以有赌场赚英权的就是 就是印第安人 是吧在美国的这个50个州中 49个州赌博都是非法的 只有一个州就是内华达州是合法的 所以拉斯维加斯 那是 是吧拉斯维加斯那是有白人办的赌场的 但是除了内华达州以外 美国其他地方的赌场 是吧包括东海岸的那个什么 湖林赌场啊西海岸的棕榈权啊那都是印第安人专营的 那当然这种做法对不对也是一个问题 是吧现在的真正的印第安人在美国的人均收入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这和黑人是不一样的 是吧黑人是那个那个在美国的族群中是收入比较低的 但是印第安人不是 是吧当然前提是 当然这里有一个因素就是印第安人本来也很少了 是吧那么当然美北美的印第安人 呃之所以灭绝其实呃很重要的还是因为呃主要是因为那个疾病是吧这个疾病当然也是西方人带来的就是呃西方人带了欧洲人 什么天花呀这一类的病是吧因为美洲没有所以他们没有免疫力是吧呃其实你说真的是呃说他们屠杀印第安人怎么怎么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但是呃肯定是被呃现在的一些呃批判者是夸大的呃夸张的非常的厉害了是吧那个美国的印第安人呃其实主要并不是被屠杀的是吧而且所谓的 被赶走呃呃其实啊严格的说呃这个应该实事求是的讲就是在那种呃不管是非洲还是呃不管是非洲的奴隶制还是北美的呃土地的呃呃决略和对原有居民的驱赶都不是在殖民时代才有的是吧在那个殖民之前的印第安人部落这个部落赶走那个部落那个部落驱逐了这个部落 甚至那个部落灭绝了这个部落都是常有的事是吧呃包括那个呃南非的那个卡菲尔战争也是是吧逐鲁人啊南非的那个黑人中最大的一个族群逐鲁人啊在呃不要说早时期就是在1819世纪是吧都对其他的部落发发动过那个灭绝性的战争的是吧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野蛮国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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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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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它跟中国的土改不一样 中国的土改那个时候 已经早就有土地死有制 已经多少年了 这块土地是你的 那块土地是我的 那是清清楚楚的 但是在北美那个时代 虽然我们可以说 从先道为主的这个角度讲 北美原来没有白人 那当然你可以说 整个北美都是印第安人的 可是你真的要说 北美哪些印第安人 拥有哪些土地 那连印第安人自己 也是搞不清楚的 因为他们自己那个时候 这里我要讲 我在其他场合也讲过 印第安人是白人 对美洲土著的一种 大而化之的说法 他们当时不知道 土著内部的复杂性 所以说他们都是印度人 其实根本就不是 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 光语系就有几十个之多 南美的印加帝国 那是一个大帝国 而且是中央集权的 中美洲的玛雅人 那是一些城邦 到了北美连城邦都没有 北美的印第安人 基本上是原始部落 那个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北美 当然你可以说 白人从欧洲跑到北美 去抢夺了印第安人土地 从这个宏观的角度讲 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具体的说 哪个白人抢了 哪个印第安人的土地 这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印第安人本身 当时这个部落灭掉 那个部落 这个部落赶走了 那个部落 在白人来之前 就已经就不断的有这些事 那么白人到了那里 他们向印第安人扩张土地 有的也是按照白人的观念 是所谓交换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我给你那个部落球长 一串珠子 一把小刀 或者一匹马 这都是印第安人没有的 是吧 那你就把这一大片土地给我 是吧 你说这叫抢劫 还是叫交换呢 是吧 你说这交换 当然也可以 因为他事实上也是给了 甚至很多都还有契约的 是吧 但是说穿乱 你不也是欺负印第安人 当时什么都没有吗 是吧 你不是也是把那个 实际上在欧洲 很不值钱的东西 到了美洲去 是吧 利用印第安人的无知 去弄了很多土地 是吧 所以这里我要讲 如果说有原罪 这肯定是有原罪的 是吧 但是我这里要讲几点 和我们传统理论 不同的就是 第一 我刚才讲了 至少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抢 不仅不是 积累资本主义的 反而是反对 反而是抵制资本主义积累的 是吧 因为你形成了主女帝 是吧 那就使得欧洲的无产阶级 不愿意为资本家打工了 是吧 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个逻辑 是吧 所以马克思认为 那个英国人或者拉丁人 他就要用暴力 他才能够把劳动者从土地上赶走 是吧 那么他们才能够拥有工人 是吧 那个那个 就是第一 这种 这种 可以把这个叫原始积累 但是这种原始积累 按照资本论的逻辑 就不能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了 因为这种原始积累的结果 至少在马克思看来 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 第二就是 这里要讲有很多话 不同的人讲 他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一个白人说 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那我觉得这简直是坏透了 是吧 这就像一个抢劫犯说 我抢你是有理由的 一样 是吧 但是如果是一个第三者 对于白人来讲 他们要做的就是忏悔 而且他们实际上 也在不断的忏悔 是吧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是没有争议的 没有人现在说 那个奴隶制是好的 是吧 或者说当初 他们对印第安人 那种做法是对的 是吧 那么如果有人这样说 那当然是很邪恶的了 是吧 但是我们作为第三方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忏悔了 而东方有很多人 是不知道忏悔的 是吧 我们因此就 我们因此就说 最坏的是那些 已经忏悔了的人 而那些不知道忏悔的人 就没有犯罪 是吧 这个完全是 不符合基本逻辑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客观的评价 这个 这种过程 是吧 西方人 恐怕他们做不到 而且甚至也不应该做 是吧 因为你本来你就抢了嘛 你你抢了 抢了多抢了少 是吧 至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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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抢多抢少 你都要忏悔 是吧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第三方来讲 是吧 对他们抢的这个程度 就应该可以做出 比他们要更为客观 也更有理由的 评价 是吧 关于这一点上 我觉得 当然你也可以批评马克思 事实上 马克思因为他是个进步主义者 是吧 这一点 马克思倒是跟今天的所谓文化左派 是不一样的 因为马克思是不相信文化相对主义的 是吧 不相信什么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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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是西方的就是好的 是吧 马克思是不相信这个东西的 是吧 所以马克思对殖民 对西方人在殖民地的这种作为 从来就是 有两种说法的 是吧 其实 主要还不是体现在 这个我讲的这个资本论的第25卷 第25章 而是体现在马克思对英属印度的这两篇评论中 是吧 就是 不列典在印度的统治 不列典在印度的统治及其发展 是吧 这两篇文章中 那么在这两篇文章中 当然第一 马克思对英国人在印度的不人道的做法 对土著的压迫 是谴责的非常厉害的 是吧 但是 第二马克思对印度的传统制度 也是那个那个否定的很厉害的 讲的简单点 就是摩尔帝国 印度原来的那一套土著人的制度 是很落后的 很野蛮的 是吧 马克思也讲了很多 是吧 马克思并没有像现在的一些西方 所谓的文化左派那样 是吧 认为那个殖民以前 那就是天堂 是吧 那个那个非洲 在那个那个殖民以前 是没有奴隶制的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美洲的印第安 好像印第安人只有白人会欺负他们 印第安人自己之间 那个强大部落和弱小部落之间 那就是非常友好的 那根本没这回事的 是吧 那么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 他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 又不是原始的 像那个摩沃尔帝国 印加帝国 那种已经有了 已经有那种传统专制的 那马克思还是认为资本主义比这些东西更进步 是吧 这个是 这个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是吧 他既有 他既是人道主义者 当然同时他又是进步主义者 是吧 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就不要讲什么进步主义了 就从人道主义角度讲 我觉得也应该用统一的标准 是吧 那就是欺负人 那你就是欺负人 抢 那你就是抢 是吧 你不能说我抢了 我又忏悔了 所以你就是抢 是吧 如果我抢了 我不忏悔 那我好像就没抢 那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的 是吧 这个北美的所谓的自由移民 就是马克思称赞的那些 马克思称赞的那些 他们就是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的 是吧 但是抢的程度 我们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判断 是吧 不是就是就是好像是 他们世界上只有他们是在抢 中国就没有抢的 是吧 那个或者是其他民族就没有 是吧 或者其他民族的抢 都没有他们抢的那么厉害 是吧 我觉得这个当然都是不对的 下一个问题 就是 有原始积累的历史 并且拥有经济发展 黄金时代的国家 像西班牙葡萄牙 他们后来都衰落了 但是有些国家没有殖民地历史 比如瑞士和瑞典 二战以后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差别 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你怎么看待新殖民主义 通过贸易投资等手段控制原料产地 是不是占后新的经济发展渠道 对于头一个问题啊 我的第四讲其实已经谈了 我并不认为所谓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抢来本钱做买卖发展起资本主义 这当然是可能的 而且可能几率也不小 但是绝不是说做买卖一定要抢来本钱 也不是说抢来本钱一定会去做买卖 有原始积累 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或者没有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却发展得更好 这种现象都有的 是吧 我后面讲到尤其是美国 马克思认为他是因为没有原始积累 所以资本主义就发展不起来 但是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他们都反过来认为 美国没有原始积累 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好 是吧 这就是所谓美国式道路 这个一直练名都是这么说的 那么至于这个所谓的新殖民主义 这个说法 我觉得首先殖民主义这个概念 就已经值得研究 是吧 因为我前面讲了 马克思他有正义的概念 他抨击那些殖民者对土著的不人道的行为 是吧 那些压迫啊 什么从血河肮脏啊 什么他骂的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他并没有今天我们讲的殖民主义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什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这个说法是首先是美国人创造的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 是吧 因为美国人本身就是殖民地摆脱 宗祖国独立的带头羊嘛 是吧 所以他后来一直在全世界鼓吹殖民地要独立的 是吧 包括在二战以后在东亚也是这样 是吧 包括什么自治啊 什么威尔逊主义啊 讲的都是 包括那个中国摆脱那个老殖民国家的那个那个强加的那些不平等的那些待遇 这其实也是美国在一直在后面推动的 是吧 那么当然苏联 他到了列宁时代乃至包括列宁 与列宁同时代的像那个那个像西法庭 西法庭 卢森堡和那个布哈林 是吧 他们又发展出来一套理论叫做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其实你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这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是吧 你看看资本论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资本论中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是吧 那么至于新殖民主义就更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我殖民主义这个理论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样的一套话语本身就已经不是马克思的了 那么这些国家独立以后还有所谓新殖民主义 这就更不是马克思的看法了 那么新殖民主义怎么看待呢 我觉得在这些国家独立以后当然也还有强国弱国 也还有国际霸权 在国际秩序中也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公正 这都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这个今天的世界 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是吧 即使在西方国家的对外的那些行为中也有可以指责的称我们可以称为霸权的东西 但是这里头的性质还是要搞清楚的 尽管贸易投资也有这个所谓的形式的公平 背后有实质的不公平的那个说法 曾经讲过在国内的雇佣关系中也是这样 我们是自由的 谁也没有强迫谁就是在谈判契约 但是我的谈判实力就是不如你 是吧 因为劳动者多资本少资本稀缺 所以资本有优势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 它就是有 就是实际上还是有那个 在自由的背景下 但我实际上还是 还是那个那个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 是吧 那么在国际上也是一样啊 通过贸易投资等手段 是吧 你也可以说发达国家是有优势的 是吧 他们是不是呃 从不发达国家中 那个呃 夺取了呃 就是就是呃 获得了很多好处 是吧 呃 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是吧 当然反过来讲 不发达国家是不是也获得了好处 至少在中国 是吧 这个话其实 这个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全球化中 谁得了好处 是吧 其实理论上讲应该讲 呃 都得到了好处 是吧 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国家 这就很难说了 是吧 像中国 印度 这样的呃 不发达国家 所谓的金砖国家 那肯定在全球化中 得到了很多好处 是吧 那么美国呃 当然也也得到了好处 呃 但是有些国家显然就没有得到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要具体分析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呃 清楚 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原始积累而言 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一样 而和原始积累就更不一样了 是吧 你刚才讲的这句话 通过贸易投资等手段 那毫无疑问就不是原始积累了 是吧 你看看资本 资本主义积累和原始积累 根本就是两回事 资本主义积累是交换 哪怕交换的实力不对等 是吧 哪怕你说这个交换 呃 形式的平等背后有实质的不平等 但是他至少是交换 而原始积累根本就是强 或者说是使用超经济权力 是吧 包括使用国家的强制手段 是吧 所以资本主义积累和原始积累 根本就是两回事 是吧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是资本论交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 论点 至于资本主义积累本身 他有什么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下一个问题 你说俄罗斯没有殖民地 所以苏联建国时期就要掠夺本国的农民 那么他在远东抢了那么多的土地 这些地方不算他们的殖民地吗 呃 这里我要讲 我介绍的普利奥布拉任时期的理论 只是要为苏联抢夺本国的农民 做辩护 至于苏联是不是 或者说俄罗斯 至于俄罗斯在历史上是不是抢过别人 其实普利奥布拉任时期是回避的 是吧 他要讲的问题就是 他要 他要证明的就是 是吧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抢 那当然就只有抢农民 是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俄罗斯在历史上并没有抢过别人 而俄罗斯自己 包括普京 他认为俄罗斯搞得那么大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不算是殖民地 这些地方不是他的殖民地 就是帝国本身 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事实 是吧 也就是我前头讲了 殖民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是吧 就是我的人移民到那个地方 但是并不等于我这个帝国扩张到那个地方 是吧 我的人移民到那个地方 他们自己就在那个地方自由发展了 是吧 这是古希腊的殖民 也是北美那些殖民的想法 那苏联显然不是这样的 那么苏联的扩张或者说俄罗斯的扩张 那本质来讲跟传统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 是吧 那个俄罗斯的扩张就是传统的地 和亚述帝国 波斯帝国 阿拉伯帝国 陈吉思汉帝国 是吧 那个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 那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是吧 他不是殖民 但是 如果按照资本论第25章的逻辑 那不恰恰是要比真正的殖民地要坏得多吗 是吧 我刚才我第四讲就已经讲了 马克思是把真正的殖民地当做一个褒义词来看待的 是吧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 英国国王在北美就想把真正的殖民地搞歪 是吧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所谓的真正的殖民地 就是英国的一些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本来就是受排斥的那些人 是吧 然后他们到 到北美去寻找自由 这就是真正的殖民地 是吧 而英国的国王 而英王 还想把自己的统治 强加在他们头上 那已经是歪曲了真正的殖民地了 而拉丁人 西班牙人在 葡萄牙人在南美的征服 那就更不是真正的殖民地了 是吧 至于到了俄罗斯 那就比 拉丁人和 那就比西班牙和葡萄牙更等而下之 在马克思的眼里 俄罗斯的扩张和成吉斯汉 其实是差不多野蛮的 是吧 你可以说不是殖民地 但是比殖民地要野蛮的多 请教你 马克思理论中既有反专制的一面 又有反资本的一面 为什么十九世纪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 反资本主义的一面被发扬光大 而反专制的一面 基本丢掉了 甚至反资本最后都形成了新的专制 我觉得马克思的理论 你不能只从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那些 政教合一的那些人 那里去分析的 是吧 因为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导致有些事情被歪曲的 就是有些人老是喜欢说他是什么主义者 实际上马克思的书他可能根本就没看过 是吧 但是有些人可能受到马克思的很大的影响 但他本身就是个自由思想者 并不是说言必称谁谁谁 更没有说谁谁谁讲的就一定是 但他实际上是受了谁谁谁的影响很深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谈论马克思或者十九世纪欧洲左派的 遗产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只从旗号中来看 是吧 是不是说马克思的遗产 反专制的一面都没有什么结果 而反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变本加厉变成新的专制了呢 在东方的一些国家啊本来就是有专制传统的那些国家那当然是这样的 是吧 但是即使是在这里我也要讲啊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东方的专制是吧 俄罗斯的中国的啊 那都要归罪于马克思 因为在没有马克思之前 他们也是有 是吧 中国秦制已经2000年了 俄罗斯的那个撒谎的专制也在马克思之前 而且普京自己现在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他是反马克思的 甚至是反列宁的 但是他是拥护撒谎 继承撒谎的 是吧 那么至于如果我们整体看 是吧 尤其是在马克思所在的西欧 我们完全不能说 马克思反专制的那一面是没有用的 而反资本的那一面就被扭曲成专制 是吧 不是这样的 十九世纪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老左派留下的正面遗产 还不够多吗 且不说福利国家这种有争议的 是吧 大家知道现在那个西方很多人都说啊 包括我们有些右派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像川一些川粉朋友 是吧 他们最喜欢讲的就是全世界 尤其是西方 现在都是社会 是吧 他们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指的就是啊 就是那个那个有工会了 有福利国家了 比较强调平等了比较尊重移民了 是吧 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自己也说这是左派的遗产 是吧 这个左派的遗产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遗产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但是也是有争议的 是吧 他们说这些东西不好 那么没有争议的呢 是吧 政治上的普选制民主不也是左派争取来的吗 是吧 大家看看那个十九世纪马克思很称道的英国宪章派 是吧 当时英国是实行选举的财产资格制的 谁主张普选制呢 主张普选制的就是英国的工会啊 就是英国的宪章派啊 所谓宪章运动啊 是吧 所以我说啊 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的宪章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的 是吧 他是十九世纪的西方左派和右派 或者说是社会社会主义者 我这里讲的社会主义者 不是列宁主义者 是吧 当然可以包括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是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或者说十九世纪的左派和右派 共同建立起来的 是吧 他们两边的遗产 或者说两边的局限性 或者说两边的不同 是吧 两边都有可能被专制者利用 是吧 这两面我们都应该 是吧 都应该 注意到 都应该分析 该继承的就继承 该批判的就批判 还有位朋友 他提出了好几个问题 这问题都是经济学的问题 是吧 说是 在斯密和李家土的时代 除了劳动价值论 是否还有其他有利的竞争性理论呢 如果承认了劳动价值论 从逻辑上说是否就必然导致剩余价值论呢 马克思知道了门格尔的边际价值理论 据说就受到极大的冲击 因此就不写资本论了 是吧 这是不是这样的呢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 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还是剩余价值理论 因为它实在是欺骗性太强了 它造成这种影响 是不是边际价值理论在理论界的影响 还太弱小导致的 各种证据表明 恩格斯在晚年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以后再讲吧 是吧 我前面讲的 前面提到的这三个问题 其实都是谈的是经济学问题 这位朋友 我还是认为 因为我在前两讲的时候提到 剩余价值论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我认为在马克思的全部遗产中 它并不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正面的遗产 还是负面的遗产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对贫富不均 产生的所谓的仇富心理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都不是剩余价值理论出现以后才有的 也不会因为批判了剩余价值理论就消失 是吧 而且从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经济学的说法中 如果你在政治上进行外延 你也推不出所谓的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这个 这个说法 相反 更容易推出的是 资本主义自然消亡论 是吧 所以我并不认为 我们现在分析马克思的遗产 不管是批判还是继承 一定要在这个 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上去纠缠 但是我这是从一般的 马克思对后世的影响而言的 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学 如果你仅仅是就经济学这门学科而言 那么剩余价值论 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核心 是吧 如果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批判马克思 你当然剩余价值论你是回避不了的 你肯定是要做的 是吧 但是我跟这位朋友的不同就在于 我并不仅仅 我并不仅仅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经济学家 而马克思对后世的影响仅仅是在经济学领域 至于他是不是欺骗性太强了 我觉得倒未必 因为从学理上驳斥胜于价值论 因为从学理上驳斥胜于价值论 其实并不是太难的 是吧 那个我前面已经讲 这个朋友也提到 是吧 他说那个斯密和李家图时代 就盛行劳动价值论 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胜于价值论 他认为从劳动价值论 是不是必然就会推出胜于价值论 我觉得当然不是 因为李家图和斯密和李家图都没有这样推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有劳动价值论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够推出 或者说一定能够证明胜于价值论 那么有了边际价值论以后 当然劳动价值论都不能成立 那胜于价值论就更不能成立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那个贫富分化 包括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 是吧 如果贫富分化是由于抢劫和强制产生的 那谁都认为它是不公平的 是吧 自由主义者也会认为它是不公平的 包括像诺奇克这样的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他也只是认为初始财产是清白的 以后财产的每一次增加都是自由交易 既没有诈骗 也没有长取 是吧 也没有抢夺 那么即使他富可敌国也无可争议 是吧 但是他讲的都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能有抢劫 不能有强制 是吧 那么如果有强制抢劫导致贫富分化 那么当然是人们会觉得这是不公平 包括自由主义者也会认为 如果没有 这是不是就 这是不是就 不会导致那个那个 公平的质疑呢 是吧 如果纯粹是自由交易的 是吧 那么当然也不是的 至少罗尔斯他就有自己的一套证明方式 是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所谓无知之目啊 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我自己也有我的一套 那个证明方式 是吧 这就是我在前面也讲过 是吧 那个那个自由交易中 那个那个那个 稀缺资源的所有者 稀缺 稀缺要素的持有者 比过剩要素的持有者 他就是有很大的优势 是吧 而且这个优势 有的时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弊病 是吧 尽管理论上讲 这个社会弊病在 市场 市场机制 在市场机制 百分之百的 完全运行 同时经过很长时间以后 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 凯恩斯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 是吧 从长远观点看 我们都死了 是吧 所以即使在形式上是公平的 是吧 那么 他产生的结果 是吧 恐怕也有必要加以限制 是吧 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那个 如果你说 这个也是一种欺骗 你认为 你也不同意 认为这是欺骗 那么这个欺骗 我觉得和剩余价值 并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你不赞成剩余价值论 照样可以 照样可以有这种主张 是吧 所以我认为啊 批判剩余价值论 在经济学这个学科内 恐怕是绕不过去的 但是在整个马克思 或者说 马克思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中 其实剩余价值论的影响 并不太大 是吧 至少我相信 比如说毛泽东吧 是吧 毛泽东在搞他的那一套 包括福田事变 包括他的那个什么 就是从他 青年时代就相信商鞅那一套 是吧 我相信他 一直是不知道什么叫做 剩余价值理论的 是吧 但是他搞的那一套 还是照样可以搞 还有一个 就是 有一位朋友说 遗产算不算原始积累 因为遗产也是不劳而获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各大纲领 如果接受了各大纲领 是不是能够发现出一种 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呢 这是两个问题 首先关于各大纲领 这里我要讲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各大纲领 但是马克思的批判 其实当时是没有发表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是吧 一直到恩格斯在临死前不久 他才公布了这个东西 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 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 那个那个党魁 他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这一点不错 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尊重他们 作为思想家 作为理论家的发现 的那个工作 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当作 所以各大纲领 包括后来的爱尔福特纲领 是吧 一直就是 一直就是被接受的 根本不存在着 如果接受了各大纲领 这样的假设 是吧 这不是假设 这就是事实 是吧 后来 德国的工人运动 德国的左派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 就是接受了各大纲领 以及后来的 是吧 首先是爱尔福特纲领 后来又有 奥格斯堡纲领等等 是吧 一直到现在的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是吧 就是一条线 是吧 那么这条线 就是发展出 他讲的 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 是吧 所以 或者叫社会民主主义了 所以这个 就根本不是问题 它就是一个事实 是吧 至于前一个问题 就很有意思了 遗产算不算原始积累 因为遗产 也是不劳而获的产物 我觉得这个问题 实在是 太 那个 太简单 但是还是有 澄清的必要 不劳而获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积累 就是不劳而获的产物 但是资本主义积累 不是原始积累 是吧 这个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马克思讲得很清楚 原始积累 就是用暴力 和强制性的公权力 来抢钱 与资本主义积累 是不一样的 是吧 资本主义积累 在马克思看来 就是不劳而获的 是吧 当然我们认为 不劳而获的 不见得就是 坏的 是吧 因为他都是 因为不仅劳动 才有收获嘛 资本也应该有收获嘛 是吧 正如知识产权也应该有收获嘛 是吧 就是所谓的要素回报嘛 是吧 劳动要素有回报 资本要素有回报 知识产权有回报 是吧 土地也应该有回报 等等 是吧 所以这个 你说不劳而获 那当然 是不是 就是合理的 这是另一个问题 是吧 不劳而获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 就是不劳而获的 但是马克思 绝对不认为资本主义积累 就是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 原始积累就是抢 是吧 这个我是再三讲过的 那么马克思当然是批判资本主义的 当然他也不会主张 绝对的遗产自由 因为遗产 对遗产呢 就是我的遗产 我的财产是来自我爹妈的 或者说我爹妈 就有充分的自由 把他的遗产给我 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呢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是吧 绝对的遗产自由 马克思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因为他本身对私有志 对资本主义都是有批判的 是吧 但是这对 这与他对原始积累的谴责 是截然不同的 是吧 原始积累就是抢 那马克思当然是 就是血和肮脏 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 是吧 这当然和遗产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 反过来讲 不光是马克思 对于所有的社会而言 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个事实 是吧 就是与自己的努力所得相比 我这里讲的努力所得 不一定是劳动所得了 是吧 其实啊 只有劳动所得才是合理的 这可能很多人都不同意的 是吧 比如说资本所得算不算合理不合理呢 知识产权所得合理不合理呢 是吧 土地所得合理不合理 地租合理不合理呢 是吧 但是我相信 一般的人都认为 不管是 不管是资本 不管是土地 不管是知识产权 当然也 包括你的体力劳动 都应该是你的努力 所体现的 是吧 你的努力应该有所得 如果你不努力 躺平了 然后就捞钱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不合理的 包括资本主义者 也很多人也认为是不合理 是吧 那么 与自己努力所得相比 人们对于遗产继承和处分 一直就是有限制的 是吧 遗产的继承和处分 是自己产权在死后的延续 是吧 就是我有一笔财产 那么我这笔财产是合法的 人们没有任何质疑 但是我把它传给我自己的子女 行不行呢 理论上当然讲应该是行的 因为既然是我的嘛 我就有权力处分 但是因为我的儿子 这个并不是我儿子的努力得到的 所以人们对遗产处分和继承 是有限制的 比你自己的本身的财产 限制要多 这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 在古希腊罗马 所有者处分自己的遗产 要受到小共同体伦理的许多约束 并不是我的东西想留给谁 就留给谁的 是吧 中世纪也不是遗产自由的 因为中世纪的原则 是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嘛 是吧 也就是说中世纪的遗产 你只能留给嫡长子 是吧 在至少在日尔曼人的原则中 是吧 其他的子女都只能当歧视 这不能由着你的 是吧 不是你想给谁就给谁的 而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古代主流的遗产伦理 是所谓的诸子均分制 就是每个子女都应该有 是吧 如果你当做 如果你做父母的 如果你做父母的 把遗产自己做主 当然不是别人强迫你的 是吧 我自己想给谁就给谁 那我有五个儿子 我只喜欢大儿子 那我就把所有的儿子 财产给大儿子 行不行呢 那社会上肯定是 对你有谴责的 至少在中国 因为中国是不讲 第一章子继承的 是讲诸子均分的 是吧 那么 在诸子均分的传统之下 是吧 你也不能说 我的财产 我就留给一个儿子 是吧 这个也是不行的 尽管 随着中世纪向 向现代发展 希腊罗马向败战亭发展 是吧 这个都有一种 像遗产自由的 发展的趋势存在 但是在古希腊罗马 一直到败战亭时代 才真正落实了 摆脱这些 摆脱这些约束的 个人遗产自由 是吧 也就是说 在古希腊罗马的 大部分时候 你不能完全自由 处置你的遗产的 是吧 你一定要 这个这个 征得家族的同意 征得那个 你的处置方案 一定要征得家族 征得邻里的认可 是吧 但是到了后来 希腊罗马实在有 那个个人越来越 个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是吧 就是那个 家庭对个人的属负 越来越 小 是吧 甚至到了 罗马帝国时代 就兴起一种 和现在的西方 有点类似的 就是什么 时尚单身 那个个性解放的 非常厉害了 是吧 包括遗产 也后来也变成是 想给谁就给谁了 甚至 不给自己的家人 就给别的人 给不相干的人 或者捐助 当时也是很盛行的 是吧 但是 小共同体 对个人遗产的 属负越来越低的代价 却与中国的情质类似 是吧 拜占庭时代 跟中国的情是 有一点是一样的 那就是家庭 伦理 家庭 邻里 对个人财产 尤其是对遗产 的约束 虽然 逐渐 弱化 但是 皇权和教权 对个人财产的侵犯 可能比家族 邻里的 伦理干预 要更加严重 那么到了 近代的宪政制度 当然解决了 皇权的问题 但是 如今的西方的 各个法系中 对遗产 对遗产 还是有一些限制 大陆法系的限制 就比普通法 要明显的多 我们群里的朋友 如果是学法学的 应该都知道这一点 那么 即便是遗产自由 最典型的 那些普通法国家 至少也还有 遗产税 和避留分 制度 这两项限制 是吧 第一 你的遗产要交税 不能 所有的遗产 都交给你的儿子 是吧 第二 它还有避留分 制度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不能说 租子均分 是吧 不能说你的遗产 必须平均的分给 你的家人 或者 不能说 你的遗产 必须都给 嫡长子 但是 你的子女中间 有一些人 你还是必须要分一分的 是吧 不能一点都不分 比如说 如果你的子女是残疾的 如果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某个亲属 是没有自立能力的 是吧 那么你作为 义务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是吧 你身后必须留一份财产 给他 这个叫做 避留分制度 这个避留分制度 在现在的普通法国家 包括英国 美国 这些财产自由 最典型的国家 也还是有的 是吧 因此 就是对 遗产的限制 一直比 你本人生前 支配财产的自由 受到的限制要大 这个是 没有问题的 这也就是因为 你刚才讲的 这个 这个问题提的 是吧 因为遗产 它涉及到所谓的 不劳而获 实际上就是不努力而获得 是吧 但是 尽管如此 这与禁止 抢来本钱做买卖 还是不同的 没有人 会把 一爹妈意愿 留给子女的遗产 当成是 子女 抢劫的 账物 来看待 是吧 这两者是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遗产 和 所谓的原始积累 那是完全不 不是一回事的 这是我的回答 最后 一个 问题 是吧 就是 有一位朋友说了 他说 你要从 左派 也好 右派 也好 你认为 他们都有些资源 需要 是可以继承的 但是也有些 地方是需要批判的 是吧 那么你在左右中 没有任何选择吗 是吧 比方说 你是不是认为 对于反专制而言 马克思能够提供的资源 要比哈耶克能够提供的资源 要更可贵 或者更有效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最近呢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 有过争论 是吧 这个朋友当然是 自由 自由主义者 跟我其实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他是 哈耶克的粉丝 是吧 他就 觉得哈耶克是最伟大 那么有一次 我就跟他说 我认为哈耶克 也的确是很伟大 是吧 但是 至少 从我自己对自由的 那个那个认知而言 我认为 实际上 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 对自由的启示 恐怕比对哈耶克 从哈耶克那里得到的 还要多 那么他听了以后就很吃惊 他说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我也不能说是个哈耶克主义者 是吧 我是 主张普世价值的 但是 我只是说的是 在我对普世价值追求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说我受到一些思想家的启示的话 那么 正如我在演讲的时候引到的丁学良的 那个 他的那个说法一样 是吧 马克思的启示 是吧 那么他就觉得非常之不能理解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问题很简单 是吧 我之所以说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启示 可能比从哈耶克那里获得的启示更大 指的就是问题意识层面 是吧 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 需要反专制 需要探索到自由之路 是吧 通往自由之路 而生活在维马共和时代的哈耶克 是吧 他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通往自由之路的问题 也不是反专制的问题 而是怎么能够避免专制重来的问题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已经有了自由 那么我应该怎么才能避免自由 这样的问题 是吧 那么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主要就是谈了两点 一点就是人们不要理性自负 是吧 认为自生自发的东西就是好的 是吧 你人没去设计那肯定是不好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不要有太多的理想 是吧 就是那个自然 自然那么扩展就可以了 是吧 第二就是他认为那个 所谈的理想主义你要为他人操心 这是不好的 是吧 只要大家都各顾各 是吧 那么这个专制主义就 就就就就就无所思其计 是吧 我觉得从哈耶克本人在维马共和那个时代啊 他面临的这个情况而言 他这么讲 我是完全理解的啊 当然理解不一定是同意了 是吧 因为事实证明这个后来法西斯主义的决定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各顾各能够解决的 是吧 那么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也不能完全说 就是因为什么理性的致富 是吧 因为法西斯主义其实更多的是体现了权力的致富 而不是什么理性的致富 是吧 那么 但是我这里要讲了 我并没有认为 就是在自由社会里头 是吧 哈耶克 哈耶克的主张并不比自由社会中的左派更差 是吧 或者我也不能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不能说现在的左派比哈耶克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启示 是吧 同样在一个自由社会 我这里讲的是西方的自由左派了 是吧 西方的自由左派 西方的自由左派并不见得比哈耶克能够带来对我更多的启示 是吧 反过来讲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啊 比如说亚当斯密这些人 比右派一定比右派强是吧 右派一定比左派弱 但是在不同的时代相比是吧 实际上就是不同的问题意识相比 那么我当然认为 在反对对专制的任务的时代 不管是左派右派 他们的主张可能给我们提供的启示要比一个自由时代 不管是左派右派的主张能够给我们的启示要更大 马克思的启示对我的启示比哈耶克更大 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是左派 而哈耶克是右派 只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 而哈耶克生活在太现代的社会了 是吧 他生活的那个社会跟我是不一样的 而马克思生活的那个社会跟我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比哈耶克生活的那个时代啊 跟我现在相比要更洁净 是吧 那么我这种主张其实也是啊 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过 说我说 比如说如果你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头 假如一个犹太共产党员和一个犹太自由派一起琢磨怎么合作业遇 你会觉得这不合理吗 那么反过来讲 在犹太人都被从家里赶出来 妻离止善的关到了集中营以后 你去对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说 你们应该学习那拉出走 摆脱家庭才能够得到自由 你以为这种启蒙合理吗 综合上述的这两个场景 作为一个深陷奥斯维辛的自由派 你认为那个主张业遇的共产党人 还是那个主张摆脱夫权的自由派 还是那个主张摆脱夫权的自由派那拉 更能够得到你的共鸣呢 当然 走出奥斯维辛之后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出去以后 你尽可以和那拉结盟 与共产党人争辩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语境 你的问题意识 已经完全不同了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 自由的状态是相似的 不自由的状态则各有各的不自由 奥斯维辛的不自由和被爹妈管教的不自由 是不一样的 政教和一体制下的不自由 与世俗的不自由是不一样的 被除匪绑票的不自由和世袭小庄园里头的不自由 是不一样的 秦制的不自由和州制的不自由 也是不一样的 甚至同样是所谓民族征服下的不自由 英国人制下的不自由和日本人制下的不自由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香港人在日本进攻香港的时候 要同情英国人 包括连共产党 比如说马来亚共产党 当时就支持 当时就跟英国人联手抗日的 因为英国人统治下的不自由和日本人统治下的不自由 那就不是一回事 当然更复杂的是 往往好几种不自由同时存在 而你孤立无援的个人 要一下子摆脱所有的不自由 又不可能 那么先摆脱这种还是那种不自由 甚至先借助某种不自由来摆脱另一种不自由 还是相反 这种路径的选择就十分重要 而且每条路径上也还有很多节点 这些节点也需要人们做出选择 而这些选择都不是指单方面的拷贝 某一种已有的思想资源就足够了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 我们的思想资源应该多元化的道理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我能够回答的问题 大概就 谢谢大家 再见